jdng 4 7 4 8 8 9 10 10 10 這個雨潭的 其實 先不要說了 有什麼島上 他們都說得很精彩 我可以說的部分 他們比較少了 但是 就是說 因為今天主辦大會特別要來這個雨潭 所以 可能 也沾對褲洛州的演講 和其他 我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就是說 我的視頻 另外已經有簡單寫幾個 才有10個參考 台灣 要說這個 所謂的自信 或是憲政改革 已經超過50年 半世紀以上 但是 目前 我們看得出來 就是說 這個 效果 要是很優惠 其實 我覺得 憲政改革 不管是 受限 或是 作限 或好 當然 都有它的問題 也沒有它的 很多 優點 和誇點在 但是 就是說 兩千塊五年 受限後 剛才有說過 就是說 這個 受限 這個條路 根本就已經關起來了 而且 受限是最重要的 是 說 一直在這個 中華民國體責裡面 你 也是 這樣 作一個局部的修改 其實 便沒辦法 說 作一個 改變台灣的 要改革台灣的問題 但是 來談談 陳世洋教授也說到 有什麼 大家 注意 這個 現政改革 都是 相對來講 年紀比較大的人 比較注意 比較有關心 比較年輕人 現在 要說現政改革 基本上 它比較沒有那個 那麼大的儲物 我覺得 這是一個 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就是說 現政改革 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而 醫院的現政改革 主要都是 尤其是 主要有責任 都是要主要做的 就是 解決台灣的這個 國家地位的問題 國家政策化的問題 這當然非常重要 但是 我覺得 說 台灣的 現政改革 運動 階級矛盾的問題 改革這個 所謂 社會 不共有的事情 這個 你才有辦法 透過這個 公民參與 透過公民 社會的發動 這個 戒線的運動 到 可能會成功 聽說 人家是有說 政治要有誘因 那 社會要能量 政治要有誘因在哪裡 社會能量在哪裡 它是 台灣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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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年輕的一半 對 國家的定位 其實 漸漸沒那麼重視 你知道嗎 因為 基本上來說 他們在這個 所謂 中華民國體制下 生活長大 其實 他覺得 台灣 現在已經是 自由民主 有需要 大家去建立所謂 台灣共和國 這個東西在 這是 他們 當然 這是 整個 整個 說 轉型正義 沒有落實 也有很大的關聯 我們 台灣 目前 民主的問題 就是說 轉型正義 沒徹底 這當然 民進黨執政 當時 那個 嘲笑也大 也有很大的關心 你 政府 推不動 這就沒辦法 包括 東山這個問題 第二 就是說 外來 中國的因素 越來越嚴重 中國的因素 不是在整理而已 中國的因素 透過經濟 透過社會 已經全民 透過媒體 已經全民影響台灣 所以 現在 憲政改革 所面臨的問題 到50年前 是不少想的 你 民主的對手 也不少想 你要解決問題 也不少想 所以 我覺得 憲政改革 來講 除了是 尋求 所謂 國家定位的 明確性 我認為 非常重要 是 所謂的 社會階級 矛盾的解決問題 郭民黨來到台灣以後 各位都知道 郭民黨建戶 其實 它是填補的 日本 殖民 日本政府的 殖民者的地位 所以 台灣 那時候 是一個殖民統治者 跟被殖民統治者 所謂的階級的對立跟矛盾 那1991年呢 這個 所謂的民主化之後 雖然這種殖民被殖民關係 有改變 但是沒有 徹底的去改變過 那 現在呢 21世紀呢 除了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以外 最重要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專家法醫藥 這種所謂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 所以 有什麼說 少數的人掌握絕大部分的財富 台灣人都看得出來嘛 大家都現在 在目前的現狀就是這樣 像我這個中山概金 就是說教授 他的薪水呢 其實不可能再提高高 因為 那為什麼 薪水階級 他的薪資呢 是停滯的 但是呢 對財團 或對少數人來講 他的財富是成長的 所以 台灣的經濟 現在的 但是 你想想 台北企業的房地產 差到一倍 再幾百萬 你說這個丁信集團 你說什麼 回來台灣發這個TDR這些東西 他要財富 要幾號 你看看就是 這個社會階級的矛盾 已經很明顯出來 而且很嚴重的是 他不是影響少數的 其實他影響是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年輕時代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 憲政改革運動 還沒有跟這個社會階級 矛盾的解決 扣合在一起的話 他的能量會是有限的 他的誘因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你說 憲政改革來說 不是說 國家電位的問題而已 對大部分的國家人民來說 國家電位是一個 比較重的問題 比較重的問題 但是對改革社會矛盾 社會矛盾 社會矛盾 改革矛盾來說 尤其是要如何去解決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貧富差距的問題 因為貧富差距 在全球化之後 但是林朗主委員也說 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政府失能 就是這個介護 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所以我覺得 這幾個問題 應該是按未來 這個憲政改革運動 要改革的問題 這個目標要清楚 憲政改革運動 到法度 走到正確的道路 才不會好像是 在原地這樣 轉來轉去 沒有辦法突破 我現在不是第一點 要改革的問題是這個 第二點就是 當然是方法的問題 方法的問題 當然剛才說過 就是說 憲政改革 本身不是一個法律問題 它是一個建立問題 它不是只是法的問題 它是利的問題 所以是政治的問題 那政治的問題 台灣的發電過程 以往都是所謂的 依靠這個政黨 包括以前是東華 政治的力量 去代理人民往前走 但是我認為台灣這個公民社會 的行政 以後 像剛才人和政府 他們的募款參會 他剛才沒有說過 這個 守護台灣民主平台 為什麼 這種所謂的公民團體 越來越多 簡單就是 因為民進黨執政之後 某程度上 我認為它有點 國民黨化的現象 但是它畢竟是一個 純粹的選舉機器 它一種所謂改革的理念 社會進步的 這個象徵的地位 越來越久 所以變成說 公民社會 很多團體 如果民進黨再不改革 就要跟它說 goodbye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們憲政改革 不可以寄望於說選舉 寄望於民進黨 我認為很重要的是公民社會 你要如果走在前面 你累積的實力也夠 民進黨或是國民黨 也必須被迫接受跟改變 有什麼柯文哲的現象會出現 柯文哲的現象 會出現 都有某些炒作的問題 但是柯文哲的現象 也反映出很多台灣人民 對現在的政黨間諜的不末 對於國民黨不末 但是對民進黨也希望 變成這個青年節 所以我覺得這是 不關所有的建立聯想 都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但這也是我們 這個在從事所謂憲政改革 所謂的運動的人 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已經到我們憲政改革 必須去思考它的方向 它的方法的問題 那當然修憲 這段 我覺得255年修憲 之後 整個修憲程序門檻這麼高 我覺得那是危險的 為什麼說危險 變成不是多數決 變成少數決 少數人就可以決定說 我要修憲過好又不過問題 而且違反比例原則 就是說你這個多數決 可不可以弄得這麼高 弄得這麼高 其實它事實上 不是只有四分之三的問題而已 就是說 一個社會的民主環節 和比例的環節 要怎麼實現 我覺得這個2005年 這個修憲程序 這個部分 有危險的問題 當然這是很多 我沒有太過分的看法 那時間的關係 我覺得 最終要補齊一點就好 因為大家在那裡都想說話 我不要說太久 拿破崙 拿破崙在法國大革命以後 為什麼要制定一部民法 怎麼說 民法典 有什麼要說 拿破崙法典 該簡單的就是說 因為它是必須要去重新規範 從封建社會走向市民社會的法治序 我覺得我們的憲改也必須要去思考 說我們如果真的要制定一部新的憲法 這個憲法必須去解決 除了國家定位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從向來被殖民的地方 要走向一個真正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個 重新建議一個所謂公平正義的社會的時候 這樣才有它的價值跟目的在這裡 不然實在 大家一天過一天 這個憲法也是在運作當中 你有需要 有什麼有需要是新的憲法 你要把人民怎麼訴求 就是說台灣要走出被殖民的這個歷史 台灣要真正建立一個 作為所謂的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 這個國家跟社會 這必須是跟人民去講的 是真正建立一個公義的社會 這是按這部憲法 尤其憲政改革如果要制定憲法 最主要目的是在這個地方 以上我先補充到這裡謝謝 謝謝 謝謝 感謝我們 陳教授 對我們大家參務有很大的期待 以前大家抓手抓很多 要不發現的人 首先讓他們問問題 但是希望每一個人遵守 一分正的這個完整 一分正到後面的 有靈 所以這樣 很多人可以 大家先發言之後 再讓我們這個 有時間回應 這樣 不然以前有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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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一個人一起 可以 看一下 我們